来吃个饭 吃个饭 好 台中秋红谷内 黑天鹅听到饲养员熟悉的呼喊 虽然游过来了 却怎么也不愿意吃饭 因为他们的四只鹅宝宝突然消失了 那不要吃 那不吃 为什么 心里难过 时间往回到11月中旬 四只小黑天鹅才刚孵化出来 温暖的阳光洒在小鹅身上 而爸爸妈妈围在身边呵护着 画面好疗愈 毛茸茸的小鹅刚出生还不敢下水 因为在爸妈身边 有模有样学着怎么梳毛 但才过两个星期 鹅宝宝疑似遭到狐狸攻击性鱼类吃掉了 要再四只小的去哪里 一天五白去给一包一人 天天到公园散步的民众 都会特地来看小黑天鹅成长状况 饲养员不忍心告诉游客实情 从它吃蛋的时候 从蛋的时候就开始了 四只都吃掉了 好可惜 建设局养工处长来了 饲养员庄大姐忍不住 悲从中来 伤心不伤心 两个礼拜 庄大姐是穷鸥谷公园的清洁人员 去年七月民间送给台中师傅 两对黑天鹅后 这一年多来都是由她负责照料 两周前又有小黑天鹅孵化出生 她比谁都开心 还天天拍照记录 可能是这个水中有这种侵略性的鱼类存在 那因为之前我们在孵化第一代的时候 并没有这样的情形 目前我们正在准备捞捕水中的这个 看有没有一些侵略性的鱼 今年初秋鸥谷湖里才被发现 有长得像鳄鱼的福岳 建设局派专人捕捉 现在疑似又出现了攻击性鱼种 不确定是福岳 还是湖中恶霸鱼虎得尽快移除 市府呼吁民众千万别再任意放生 毕竟这小小黑天鹅没有防御能力 不只鹅爸爸妈妈找不到宝宝 从饲养员到游客 也都为这来不及长大的小黑天鹅 感到难过与惋惜 TVBS新闻苏泰影红彩轮台中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